谁在这儿说要牺牲性命啊 我说志全啊 有这等好事 居然不通知我 大总统太忙 我怎么敢打扰呢 诸位 我可不是来这里劳烦你们大家的 我看看 请问 议长先生在吗 大总统 议长先生 这是我拟定的内阁增补成员的新名单 请参议院再次审议 参议院一定要按照约法认真审议 说得好 就是要严格按照临时约法行事 民国民国 就是要认法 不认人 我呢 虽说是个大总统 我也希望内阁行政顺利 可不顺利也不要紧 就像这个增补的名单 要是参议院再次审议不通过 我就再提一份新的 要是再不通过 我就再提 直到参议院满意为止 主持人员 这个办法好 大家以后还有什么事情 聚会一下 你看 这 这跳跳舞 这问题就解决了嘛 这才叫合中共计 好了 我不说了 大家 跳起来吧 也对 走岳 来吧 来吧 我觉得这帮人 根本就是一群狼 我们参议院又不是绵羊 那山羊不是羊啊 不一样早晚都被狼吃了吗 就你们记着眼睛见 别人都是瞎子 什么都看不见 我告诉你啊 瞎子都能看出来 那袁世凯 请坐 不认识 根本就是在骗你们 你呀 唯恐天下不乱 职业病 你才有病呢 你不要以为 写了几篇文章 就成了宪政专家 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回事 好吧 您是学法律的 您是宪政专家 那您就甘心情愿地 让袁世凯骗喽 加点汤 袁世凯怎么骗我们了 他并没有违背 临时约法规定的办事程序 对不对 你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疑 黄世狼给几百年 一样也有程序的 他使用什么手段我们不管 只要他遵守约法 按约法办事 不管怎么说 他又提交了新的内阁名单 这就是对约法的尊重啊 如果说用枪杆子逼着 也算是尊重的话 再来啊 那你们参议员啊 就是没骨头 你倒是没被枪杆子逼着 老板娘 好 来 那段祺瑞转着圈地尊重你 老板娘 汤开了没有 开了 开了 你加点汤 罗先生 本记者 那是在工作 什么 采访 这叫公多 不行 不行 太过分了吧 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啊 我没以为我是你什么人 我觉得我们俩争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两个 再来 财神 是 这 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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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还是很大度的 郑武 那个 湖北那边裁军情况怎么样 不太顺利 不过还在裁呢 我们这边裁军好像也不太顺利 简直就是半步城 来 您看看这个 要裁减十几万革命军 袁世凯是一个字也不给 可强 胡汉民在广东 李联军在江西 百文威在安徽 十个省的大都督都是我同盟会员 让他们多接受一些复原军人 就解决了 先生 一谈到帮忙 这交情就全都没有了 怎么了 就拿咱们江苏的那个都督叫 成德权 成德权都督来说吧 每安排一个革命军人 你知道他问我要多少钱 多少 一百块现大洋 这 这 这不比人贩子还黑吗 主啊 请帮帮克强吧 查理 查理 义仙 义仙 我们来接你去上海 上海我去不了 十里扬长 哪儿我住不起 我们几个呀 在上海给你买了一处房子 孙先生 你好 就闻大名 很荣幸啊 来 你看看 上海 我有房子住了 谢谢 别着急 别着急呀 怎么了 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你说 我要用这件东西 跟你换一件东西 我这有什么东西查理 义仙 是庆灵啊 跟你要件东西 庆灵 码头上那个老二 你说的这都是八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是 美国威斯利安学院的高材生了 好 你说 他要什么 他在同学们中间宣传哪 你是中国的华盛顿 他认识你 可同学们呢 不相信 所以他给我来信啊 叫我问你要一面这个 你亲手签名的共和国国旗 这面旗帜可以吗 可以呀 来 把名签上 翟琳 你转告庆林 我已经不是民国大总统了 这 不过 你跟庆林说 只要这面共和旗帜在 共和之魂 永远不会死 我 那边 你 你这啤酒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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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酒 快点 上酒 快点上酒 你们大沙 来 来 来 大总统 黄将军 要点什么 好 我们一人来杯咖啡 我不是大总统了 他也不再是黄将军哪 好嘞 早上 消停 消停 你消停得了吗 风里来云里去十几年了 云里雾里 就盼这天了 您的咖啡请慢用 假话 是有点不大习惯 不过 我总会习惯的 来 来 来 快进来 快进来 你好 快走进来 快走进来 有酒 活着啊 来来来 咱们没人管咱们 活着 上酒 快点 活着啊 上酒 上酒啊 快点 先生 您的酒 孙文 你好 在哪儿负责商啊 汉口 好 来来来 喝一杯喝一杯啊 大家喝一杯 来来来 弟兄们 弟兄们 我我我 我是孙文 我 我对不住大家 少来这套 少来这套 别来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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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已经不是大总统了 这民国虽然已经成立几个月 但南北统一才刚刚开始 来之不易啊 我现在跟克强都是民国的普通公民 普通公民 你 谁信哪 说什么呢你 谁信哪 谁信哪 不是还有一个副总统的位子 等你去坐吗 还不是大总统 还有你 怎么回事啊 袁世凯的军队里 不是让你去当总参谋长吗 你当总长 我们说什么啊 民国 民国 咱们兄弟们出生入死 到头来 咱们得到什么了 就是 就是 得什么了 怎么办 这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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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你们说得不错 我呢 是副总统 克强是总参谋长 这是袁世凯任命的 而且 他还是个上将军衔 但你看看他的样子 穿得戴的 像不像一个总参谋长的样子 还像不像又咋个了 还像不像 别人哭 他拒绝了 因为这是袁世凯任命的 当官发财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稀罕 我本来要克强跟我一起离开南京 但是他说 他一定要把大家安置妥当了之后再走 他跟我讲 弟兄们 他是 大家的兄长 兄长 又不给钱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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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黄兴是个穷鬼 我对不起弟兄们 得了 少来这套 光听你这套就饿死了 带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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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带走 应该说在以前 我是可以给大家弄点安置费的 可现在 我没办法 我 我很 我希望大家 跟我一样 回到家乡去 看在我们 过去在一起折腾十几年的缘分上 见识我们的民国 哎 哎 哎 怎么走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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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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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总统 听说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先生 就是在这里采访张之洞大人的 哎呀 我哪里敢摆张相帅那个谱啊 张相帅 可是威震四方啊 我呀 只有大汗淋漓啊 啊 其实袁世凯总统 送给李副总统一个西洋电扇 可是 我们的李副总统 却关心下一代 把他送到幼稚园去了 哎呀 哎呀 为孩子做点事情 就别再提了 是 北京的报道说 民国如今有四大伟人 孙中山先生 袁世凯总统 黄兴将军 还有就是您 岂有此理 武昌手艺第一枪 是我们李副总统开的 如果没有第一枪 哪来的什么中华民国 哪来的什么其他的伟人呢 胡说 那第一枪 是人家张震武将军的革命士兵开的 与我无关 岂敢略美 至于民国伟人 别说是排在最后一位了 那就根本不应该有我 请黎副总统做出评价 二十年前便立志推翻封建专制 革命成功了 又攻城不拘 如此明测事迹 精怀坦荡 我不如孙中山先生 半生革命 百战百败 却又百败百战 壮志没有烧解 如此艰苦卓绝 一意孤行 我不如黄兴将军 终生追赶风气之先 令时代之潮流 以立宪 号召群雄 以北洋 雄是天下 却又以和平的手段 而揽共和权功 如此沉积莫运 智勇深沉 我不如袁世凯总统 听说张震武将军到北京去 只因跟黎副总统闹了些意见 可有此事 过去皇上说万方有罪 罪在镇宫 我不是皇上 我可不敢这么说呀 不过只要是在我胡广 谁犯了错 都是我的错 报告李副总统 有一封您的提点 诸位对不住了 五个月后 全国竞选正式打总统 请问黎副总统是否参加 谢谢 我这个人哪 就爱吃肉 大总统 我自己来 我跟你说 今天亏了你来了 要是我一个人吃 这也不准 那也不准 吃饭都得看大夫的脸色 简直受罪 来来来 吃吃吃 你是贵客 又是革命元勋 按理嘛 应该请你吃大菜 我一定转告给大总统 好 可这么着呢 觉得亲切点 你说是吧 大总统如此人欲 叫振舞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吃吃吃 味道如何 好吃 好好好 那你就多吃点 多吃点 好吃 听说 黎元勋最是廉洁奉宫 对 革命成功以后 就没吃过一顿肉 那都是假的 行啊 总统正忙 报纸上灯的 怎么会有假的嘛 大公统 他是假清廉 军政府大小官员 好 请放心 一律每月二十块 这是不假 可是他口袋里 塞满了红包 谁听他的话 他就恩惠谁 好 好 这不是假宫济司 好 好 好 收买人心吗 大总统 对不起啊 好 谢谢 我们这些武昌起义的老人 我们这些武昌起义的老人 在他那儿 一点好处都得不到 不会吧 你不是湖北都督府的军务长吗 早让他给免了 这怎么可能呢 总得有个理由吧 吐死狗烹呗 大总统 郑武实话实说 临时参议院 选举黎原红做副总统 让他到北京就任 他迟迟不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是要在湖北 把我们这些老人 全部清除掉 换上他自己的人 这样他到北京就任 就有一个稳固的后方 进可攻 退可守 这退嘛 可以退到湖北 可你说要进攻 攻谁啊 攻哪儿啊 大总统 不可不防啊 大总统 急见 你吃你吃啊 你吃你吃啊 我不签 我这个人哪 最是开诚不公 我听说你呀 已经闲了很长时间了 虚度年华 可惜呀 最近吧 蒙古有个屯肯使的位子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先干 为共和守边防 礼当奉献 豪情壮志 好 我喜欢 来来来 走走走 那你就明天到鲁军部 领取任命书 多谢大总统 大总统 段总长和赵部长来了 我这上了岁数 午饭之后啊 就要小睡一会儿 大夫说的 那你就 就自便 是 大总统 大总统 这民国啊 在形式上看 是统一了 其实啊 其实还是三国演义 在民众的心里呢 宗龙山首创共和 宫城布居 万民景仰 他好像没有了位置 但他占据的是民心之国 一旦他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 绝不可小看他 这第二国嘛 这第二国就是黎元洪 他也是革命元勋 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 我打电话让他来北京 就职副总统 他说不敢当 不敢当 哈 不敢当 刚才张振武告诉我 他在武汉收买人心 故叛自雄 此人绝不可小觑 这第三国我不说你们都知道 就是咱们北洋 咱们北洋的优势劣势 都是什么呀 咱北洋军掌握了国家政权 咱们是在新和旧之间打太极拳 打出的新招数太多 旧人不满意 可旧招数打多了 新人不满意 来人哪 大总统 把门关上 我什么人都不见 是 这个你们看看 张振武要破坏共和 李元洪要大总统 枪毙张振武 两封密殿 我都收到好几天了 李元洪说张振武破坏共和 竟定了十五条罪状 我看哪 我看大都是莫须有 你想想 这民国才成立了几个月 他就犯了十五条破坏共和的罪 我看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重要的是 李元洪想让我杀掉张振武 他写得可真好 张振武 张振武功不可没 罪在当诸 元洪爱既不能 忍又不敢 扶起将张振武立于正法 真是生情并茂 可我一旦把张振武杀了 他离元洪又如何呢 元洪当亲治其丧事 抚恤其家人 好一个黎大菩萨 这 后边 后边咱还写什么来着 元洪管交不严 致使共和元勋变为共和罪人 言之难言 此恨绵绵 更起予以处分 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 李元洪这是借刀杀人 还有呢 他让大总统当恶人 他自己假惊惊做好人 还有呢 他的目的是疑惑江东 坐收愚人之力 那 那他何力之有啊 张振武到处宣扬说 李元洪是他从床底下 拖出来闹革命的 弄得副总统好没面子 杀了他 正好解了心头之患 就这么点面子上的事 不至于如此吧 我也是想啊想啊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刚才跟你们说了 这民国啊还是三国演义 最终还是要三国归一统 归一统 那是什么时间了 民国不是已经江山一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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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月以后 说说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 临时大总统就职十个月后 将举行正式国会选举 然后制定正式宪法 选举正式大总统 到那时候 将有一次生死的搏斗 谁和谁斗 有能力参加这场搏斗的 除了大总统 孙文是一个 再有一个 就是黎渊红了 这安哪 还是你的约法学得好 志尘啊 民国是共和国 搞政治就是打仗 打政治仗 靠的不是兵书 靠的是临时约法 这里边暗藏的招式 多着呢 志尘啊 你要好好学 就是几页纸的事嘛 哪有那么玄乎 对 他就有这么玄 我们要是想不到五个月以后的事 这一回就得招了黎元红的道 你们想 五个月以后 选举大总统 他孙文定要卷土重来 跟我有一番较量 这不必说了 我呢 一旦杀了张震武 这诛杀革命元勋的罪名 就落在我头上 而黎元红 刚才电报你们都看过 这黎元红先演一出挥泪斩马素 我杀人 他挥泪 然后 然后他才上演一场调周公锦 在张震武将军的临位旁 他是福官痛哭 大庄好人 到了 选举大总统的时候 我身背骂名 他忠厚无私 那干脆我也不用参加总统竞选了 我现在退出去不就完了 黎元红真是狠毒啊 无毒不丈夫 大总统 张震武这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 咱干脆把它扔了得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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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让他搬着石头 往自己脚上砸 咱们呢 给黎副总统立个案子 让他当一回被告 殿门一共八个字 事关重大 不敢相信 这个元宫宝跟我玩什么 把这些都交给他 让他不得不信 你派专人送他 不可有传 是 正午啊 来 吃点菜 来来来 吃菜喝了 正午我们兄弟几个今天一醉放休 别喝了 不能再喝了 正午啊 咱们兄弟几个喝喝话 就是吧 我没有兄弟 你们不是我兄弟 哪有种 你这么冲动 你这么冲动 咱们的黎元宏 他把我们辛亥首帝的弟兄们 全都嵌散了 正午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是吧 以后咱们东山再起啊 就受使啊 早知道今天 我当初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的时候 我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可不能说罪我 别瞎说呀 没罪 我没错 非妙金 两宫残 正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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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想想孙中山先生 共和国是人家创建的 我不是孙中山 别跟我说孙中山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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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 原是凯夷当总统 你们这帮议员一个一个屁丁屁丁的 跑北京来干嘛来了 正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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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说话 是啊 他们几个湖北级议员 可是你老乡了 你不能不识抬举 我不需要谁抬举我 老子是英雄 我们知道 老子是英雄 都知道 是英雄 是英雄 是我们都看着了 没有老子开第一枪 哪有他们现在的共和国 别 别说了 但 别这样 你也别这样 你也别这样 我看正午是真的喝醉了 你们扶他回住地 走吧 走吧 正午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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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没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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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这么看过 正午 放开 没事 没事 正午 伙计 结账 怎么样了 交给我吧 我来吧 没有 简单 这是胡闹 这也叫新闻 白养活你们了 都写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京城花猫不见了 警察帮忙四处找 还挺合着押韵的 狗屁 咱们时报啊 定位是政治新闻 可你们呢 竟写些小花边新闻 还要出头版 老徐 我在这儿呢 老徐啊 手底下是什么人哪 你死人哪 你就不知道让他们 挖点宝贝出来啊 你 我挖了 这京城的宝贝啊 藏得严严实实的 我上哪儿挖去 胡说 你手底下那些人哪 就知道参加记者招待会 能写出好东西了吗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政府的招待会 这个工商界的招待会 他们是一边发红包 一边弄假新闻 不可信也不可用 那您说什么是新闻呢 我能挖这新闻 我还养你们干什么呀 自大民国以来 看看人家田沫 弄出不少好新闻 你 你 大家伙要好好跟人家学一学 总编剑 你唠叨什么呢 说什么呢 大声点 沫儿 总编好 刚来呀 去 好好干活 好好干活 走吧 有什么总编 今天有什么才不用 没有